探索未知领略奇闻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艾探索 高楼大厦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各种各样的摩天大楼 极大的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本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世界上五座美轮美奂 震撼人心的大厦 滨海湾金沙酒店 滨海湾金沙酒店位于风景一人的新加坡 现在已经成了新加坡标志性的建筑物 大厦总共投资了40亿瓣 是一个综合性的度假胜利 金沙酒店由三座串联在一起的大楼组成 大楼顶部拖起了一个景色秀丽的空中花园 在花园中还设有一个无边际游泳池 独特的视觉体验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迪拜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总造价花费了15亿美元 楼层总共有162层 高度为828米 哈利法塔在建造的时候 总共动用了100台启动机 建筑工人超过了4000米 哈利法塔拥有世界上最快的电梯 其运行速度可以达到17.5米每秒 2010年1月4日晚 哈利法塔正式建成 一座地标性建筑就此诞生 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中心大厦是我国上海第一座巨型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 建筑主体总共有119层 结构高度为580米 建筑总面积为433954平方米 大厦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中心 人们可以在这里面办公 休闲 进行娱乐活动 大厦的地基钢筋拥有6米厚的混凝土 胶柱层 大厦中心还有一个重千斤的锋利阻挤器 每当云雾天气 如果你置身于大厦顶端 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色 大厦的周围云雾缭绕 如梦似幻 人仿佛进入了仙境一般 迪拜的旋转塔 迪拜旋转塔是世界上 首座依靠风力发电的旋转摩天大楼 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戴维·菲舍尔建造 旋转塔每一层都能以不同的速度进行360度旋转 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天气 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 旋转塔的旋转动力来自于风力和太阳能 旋转塔总共有80层 高420米 在楼层和楼层之间 安装了79个风力涡轮 这样人们就可以坐在室内 360度欣赏城市美景了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